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地震床 不地震就是普通的床 一地震就可以把你收到里面 保护你的安全 诶 末日避难神气啊 有点灯我 诶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这边是灭火器跟防毒面具 这边是氧气瓶 最绝的来了 在这盒子里面 你看 有一个投影仪 还有一个笔记本电脑 我在这放了一个投影仪的屏幕 到这了你是不是要问 我这怎么有电呢 你看看这边 在这装了一套转换器 加手摇发电机 没事就可以手摇发电 最关键的怎么上厕所 你看这里有个小马桶 小便很简单 你直接把盖子打开 尿外面就拉倒了 这大的泡个袋子 你拉完之后再往冲 也就拉倒了 换消息是什么 就真的太憋屈了 难受 好消息呢 是500个垃圾袋 够你 到最后一个问题了 很多人问我怎么出去呢 你看 咱们床尾这里呢 把这床垫打开 这里呢 有个门 我们之后呢 就可以从这个门 跑出去 今天我在小鱼体验我最新的作品 地震床 你应该很刺激的样子 这个呢 就是我们重大一吨的地震床 地震的时候啊 就可以把你缩进去 然后呢 保护你的安全 你确定安全啊 这个我可是出于对你的信任啊 你放心啊 绝对安全啊 我们几个大男人测试都没问题 但是小鱼还测试 还让你死 真不知道什么结果 好像是有种恐惧感袭来 准备了 别别别别 好慌 感觉人要没了 二三一二三 我能出去吗 我的天哪 给你准备了三十天的 这个衣食住行的东西啊 吃和拉撒都有 哎呀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空间啊 大概好像是有个两平方 看看啊 啊 我们这边有四箱水 这里呢 有氧气瓶啊 比如说我缺氧啊 在里面长时间 OK 给他自己救命的 好这里呢 看一下有零食 我看有什么好吃的啊 这个 不喜欢吃 到时候可能就由不得自己挑了啊 然后这里呢 有三箱 够我们吃很久的 然后这里呢 有一个老箱 灭火器 这个呢 是一个马桶 虽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上啊 然后底下给你打开 打开之后呢 有可能这一个月里 你这个房间里就弥漫着这个味道 这个呢 是一个发电机啊 我们可以摇它 手动发电 这个里头呢 是一个投影仪啊 我们无聊的时候还可以 看看电影 来我们展示 哎 他居然还真的能看电影 好神奇啊 如果我掉下来之后 没有人知道我在哪 怎么办 你看你的右手边 右边 右边有个按钮 你拨动它 你隔几条街都能听到 好了 我我获救了 晚安各位 一个月后见 前天我做了张地震床 全网友超过5000万人看了它 哎呀 当时呢 很多网友留言 有这个bug 那个bug 我分析一下主要三个问题 我根据这些问题呢 升级2.0的地震床 先解决坚固性的问题 多厚呢 这个 7根的钢管就五六百斤了 哦我天啊 我还几十根啊 这个要是你们来说不够坚硬 那我真没话说了 我跟你们讲 最后啊 花了4000块钱买这些钢材 4G 未来呢 加上其他零件 这次的成本应该在15000左右了 拜托大家给我点小小关注吧 支持一下吧 此外呢 我还更改了掉落方式 改成了对开掉落 这样你在床怎么躺着 都能掉下去了 不会夹着你 更加的安全 接下来呢 改造舒适性 比如说你在里面很憋屈 上厕所怎么上的更舒服 那夜呢 怎么过滤 粪便啊 怎么无菌化处理 怎么去缓解心理压力等等 2.0呢 我都会升级 大家 实习关注哦 大家记得留言建议哦 拜拜 前段时间全网与1.2亿人 看了我做的避震床 根据大家的建议 上期我买了两吨的钢材 准备建造 避震床2.0 我们第一代用的是空心钢管 这次全部使用一体成型的槽钢 比一般汽车的抱歉钢都厚好几倍呢 未来我们的床会超过4吨重 就算100层楼压下来都没问题 谁还说我的床不坚实 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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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来着谁还敢说不坚实 上一代地震床 很多粉丝说 只能一个人调整 不使用 我们根据粉丝的建议呢 升级成双开门掉落 够我控制两扇门 在一秒钟只能打开加关闭 但是理想很丰满 我们后面两天的测试 不是板子太慢 就是零件的掉落 要么就是遥控失灵 真的只叫他去一个呀 现在问题还是没几个好处 线太多了 还是只能一边动 气死我了 希望大家能够一个小小的关注 你们的支持 是我坚持下去的运气 好了 经历了一天的维修 我们今天带着老汪老李 来测试了 准备了 三二一 全公司三星人看过的地震床 第二代来了 现在呢 我们已经完成了外部框架 和内部的装修 上一代地震床里面都是钢板太硬了 很多粉丝说地震没被砸死 再里面也会被撞死 所以我就买了幼儿园镇的防撞墙 撞得他们一点都不疼啊 上天装的床垫太薄了 几个旁边体验后摔得很疼 我突然想到航天飞船座椅 为了缓解缓冲采用的是剂棉材质 这次也有十几个博主朋友预约来体验 我就花了2000多买了个剂棉带弹簧的床垫 一定要保证大家的安全 首先A区生命支援区 我们准备了80瓶500毫升的水 4瓶5升的水 牛奶 饮料 如果你不想喝可口可乐 还有百事可乐 B区餐饮区 我们准备了压缩饼干 巧克力 坚果 辣条 还有十几桶方便面 塞区 工具区 洋气瓶 面火区 防毒麦具和一些日常的工具 地区 日用品 纸 维生素 药品等等 下面是电池组 还装了个香薰 有点意思啊 好了 马上请豆豆来我的床里 吃一顿终生难忘的饭 这个床店比上次感觉舒服多了 我应该能停两个月 而且还加了灯 因为上次是没有灯的 哇 这么多水 在地震床里面 来杯 可以摘快乐水 全是零食 还有泡面 你这想的太周到 你知道吗 上一次我们只有这个压缩饼干 好异合 在地震床里面都能吃上泡面 但是你们想知道 它是怎么发电的吗 地震床终于完结了 很多网友好奇 你们没电这么慢 对啊 怎么办呢 那今天就带大家看看 地震床2.0的电力厕所系统 首先是电力 上代地震床 我们用的是一套电动车上的电瓶纯电 很多人说这个不安全 万一低震一下干爆了 所以我花中心买了一台户外电源 这个里面有一度电 一度电能干什么呢 可以充满68次手机 13次笔记本电脑 奢侈点的投影 你可以看8个小时的电影 我泡面用的迷你烧水壶呢 可以烧40碗的泡面 厉害了 那怎么给它充电呢 上代地震床我们用的是一个手摇发电机 效力低下 所以这次呢 赤巨子买了一个大发电机 又把我们家自行车脚灯都拆了 改装成一个脚灯发电机 这个有点像女生在家里面坐空中灯自行车哦 就躺在床上就能练 能练到大腿前侧跟下腹部 这个挺好挺好 又能发电又能锻炼身体 没有电 多久能充满电呢 这个呢是现在只要踩18小时 就可以把前面的户外电源给充满 然后呢 18个小时 这回电肯定的省着用了 来再带你们看看厕所 首先是尿液过滤功能 这个桶呢装尿 这个管子呢连接过滤器 打开过滤器就可以过滤尿液了 哇哦这水好清澈啊 哇哦 要不要尝一下 让我们来喝一下 确实没有什么意味哦 还记得火星救援吗 太空飞船里会把粪便真空处理 我们厕所呢就是这个 哎这个桶 哇哦 封口了 把它扔出去就好了 赶紧用我一下 这如果太抽了怎么办 还有这个 这是什么啊 新风系统 对新风系统 泵迪吗这是 这是我们的厕所缓解尴尬装置 如果说两个人同事被关进来了 你说他上厕所不是 有点不好意思吗 所以呢由了他去盖住你上厕所的声音 哇那太好了 关注舰长啊